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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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就开始给你编译 编译得到一个makeofffile的文件出来 这是一个软件的安装的一种方式 就是装完了过后 你在LS看下面 你会发现这个下面就有一个makeofffile文件 刚才是没有的 这个文件 你看刚才是不是没有的 这个文件 现在就有了 就有了 有了这个文件过后 有了这个文件过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make 然后就刚才有人问 他说我要连续执行多个命令 怎么去执行 你可以输入一个分号 然后再输makeinstar 这样就装软件的两个命令 先make然后再makeinstall make然后再makeinstall 再装 同样的道理 另外两个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做 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在cd的上一级目录去 就是我们的这个t下面去是吧 同样道理 你去看下面 你会发现只有一个makeofffile点pl是吧 所以先要执行破语言去编辑它 注意大小鞋对吧 这样去编辑 完了个后 然后再看看下面 你就会发现它生成了一个makeofffile出来 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可以执行make 然后再 也可以用这个符号 instar 就执行命令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就先执行make 然后再执行make install 对吧 这样装 最后还有一个软件是吧 再来装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unyread 对吧 unyread 然后同样道理 你会发现下面也只有一个makeofffile点pl 所以同样的运行这个命令 自己呢 最后 你看看下面是又多了一个makeofffile是吧 所以同样道理 还是做这个工作make 然后呢 make install 转换 就这样 这样 啊 装完了吧 装完了过后 cd到任何一个目录下去 只要不是在你当前这个安装软件的目录就行了 比如我们直接cd到应付加目录去 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输入witch 查找unyread 找这个命令找不到的到 找这个命令能不能找到 能找到 那就说明我们的工具可以用了 怎么用呢 这么去用啊 现在我们其他二个用不下去 现在其他二个用不下去 转这个命令可以转到上下翻页 其他二个用不啊 现在怎么去用呢 你可以看这样用 unyread 然后输入secure plus 然后输入 isysdba 这样去登录 现在你再输一个命令进去啊 snick的型号 单号表 现在你上上下翻页出来了吧 看到了吧 可以上下翻页了 这就是我们装的这个工具 的作用在哪 我们装了三个软件是吧 装完了过后 用这个命令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上下翻页了 对吧 那么大家说我把这个命令每次都要这样前面加个unyread方不方便呢 也还算可以是吧 但是我们应该给他定义什么别名是吧 这样就方便了是吧 所以我们去看定一个别名 在这个下面定一个别名 随便写到个地方吧 就写到这儿好了 别名怎么去定义的 然后别名的 名字 比如我们现在叫叫sql好了 然后输入你的命令 就是unyread 然后sql plus 对不对 就这样 那么你要直接把你的sql plus调用这个命令也可以 对吧 你这样说也行 是吧 那么我们为了这个区分这两个命令 我给你直接用个sql 后面呢 调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我以后用sql就相当于我执行sql plus对吧 是不是这意思 别名吗 就相当于人呀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给你取个小名是吧 一个意思吗 定一个别名 然后保存起来 然后怎么样 让环节面料成效一下对吧 现在呢 你输入sql 是不是这个命令就有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查找吧 啊 为其sql 找一下这个命令找不到 找到了吧 有这个命令吧 对吧 所以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它了 就是sql这样去连接了 是吧 是吧 现在呢 你发现它就可以上下翻页了吧 对不对 只是个定义的别名而已 对吧 定义的个别名 好 大家去练习一下 你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让它上下翻页 对吧 我们目的就是做一个工具 让它可以上下翻页啊 好 对啊 谢谢观看